之前那個聖元地步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你看這麼多集 打出來好像都偏小 多大 4.4米乘4.4米 所以可以把你這整個造起來 這個天幕多少錢 和石根銀釘 這條風神岸調節片 完成 厲害了吧 高級晚安 喔靠 哇靠 都市露營啊 今天要幹嘛 有你啦 你媽有法律的殘除精 也不跟老天爺講一下 每次要出發露營 颱風就來 可是這邊這麼熱 所以我去拿天幕了 你那個聖元地步 那麼一丁丁三層三的 要不要看清楚 Oh yeah 我耶天幕 多大 4.4米乘4.4米 所以可以把你這整個造起來 還好你是個YouTuber 來 我先跟你講 我們之前那個聖元地步 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你看這麼多集 打出來好像都偏小 比較適合一個人 大分家庭都是四個人 所以4.4乘4.4 會是最適合的時項 如果搭出來給你看就知道了 先介紹一下這個裡面的內容物 黑膠天幕 全黑化設計的 白色的好像也有 好像有白色跟咖啡色 我都有很卡吉色 裡面很貼心的來幫你準備好 螢光銀釘 那個有什麼 風神含調節片 我以為買這個只有這個而已 而且我跟你講它有一個很屌的 銀柱 自行選購好不好 我建議四米四層四米四五 我們自己原本有的銀柱是CP銀柱 280公分的 那就 先來搭它看吧 耶 搞定啦 過了10分鐘之後 用這個戰術銀槌就可以把它搭成這個樣子 而且你要自鏡也沒問題 裡面非常非常的涼爽 算是黑膠天幕 一進來馬上就感覺到陽光的不見了 這個天賦多少錢 十根銀釘 十條風繩安調節片 一條風繩大概要30塊吧 30塊 10條300 10基銀釘 還附夜視功能 夜光功能 也300 這樣就600了 所以這個天賦才1100多塊而已喔 我搞一個這個大家在裡面 搞什麼一房一廳不用啦 所以就真的是可以 來我們家剃圖啦 對啊 很舒適啊 這個天賦應該可以容納 五到六個人沒問題 以這種颱風天前一天 其實風壓是非常的大喔 現在風已經很大了 來看一下外面的狀態 它每一面有三個掛點 還有一個拉繩 而且有抗撕裂的雙層縫布 你如果不尊重它的美觀度 一定要尊重它的價格 美觀也有喔 我們也有白色的喔 也有沙色喔 也有墨綠色 對 還有墨綠色的 以風格來講 你不一定要搭這個造型 還有很多的造型 是可以做變化的 而且它的東西品質是不差的 嗯 調節片啊 或者是夜光銀釘 其實都很棒 剛剛坐在下面 休息了一下的感覺 還真是涼爽 陽光底下跟陰暗處 體感溫度至少差了六七度 我之所以選這個尺寸 是因為它可以直接幫我們 解決眼前就要處理的問題 我們的Multi Van 沒有裝晚安套件 白天都會被亮起 我選這個尺寸 因為車頂大概不會超過兩米 我可以把整台車包起來之外 還可以擁有一個兩米以上的車邊杖 等於早安 晚安 晚安套件 跟車邊杖一次完成 你有沒有很想知道它會變怎樣 有沒有一點好奇心 我真的還好 你有學習上去的心 我們來選一個最大的休旅車 來試試看 4米8的Turac 夠大吧 裡面很涼耶 你看 有智者試鏡程 你已經完成了前面6%了 只剩94% 你就接著把它完成 我覺得Turac的隔熱值滿好的 應該不用晚安 晚安套件 還是我們先上去測一下冷氣 現在是要搭車邊杖嘛 對 搭Turac的車邊杖 而且要含早安 晚安 晚安套件 然後天幕呢 天幕在這啊 蛤 就在這啊 你實在 蛤 很簡單就拔起來就好 蛤 真的 好啦 晚安套件準備START 那吸盤呢 這是不用吸盤 那是280天幕這個時候 它只有3x3的大小 那這4.4x4.4 它已經大於一台車的寬度一倍以上 所以不用吸盤 用腦袋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搭得更多的 穩更快更好更省成本 該不會是綁在輪胎上吧 欸 你怎麼變聰明了 幹 給我買料 欸 輪胎不會動啊 吸盤很有可能會蹦耶 對 吸盤有可能被拉轉 每一車的角度不一樣 那還有一點 這個掛鉤綁在這裡啊 它其實不會磨到任何 連鋁圈都磨不到耶 當然 而且這鋁圈已經磨成這樣了 還有什麼 連板筋也不會磨到 拉起來之後 綁在這裡肯定是行不通的 有一個更好的方式 綁別人的車上 有道理 但是我們可以做對角線的處理 拉 拉 拉 然後呢 讓這個扣環 從車尾的下方 下方 然後也不會磨到你的車子 對 然後直接繞過來 我們從後面來 我們從後面來 你喜歡從後面來就對了 我們從後面來這樣子穿過去 把它拉緊綁起來 這樣後尾窗的隱密性就更好了耶 是不是 整個蓋起來了 這個我想很久耶 大概10秒 銀柱我們用210 比車高略高就好 就可以了 就能做好泄水的水線 這樣是不是拍完了 還沒 你要把銀柱搭起來 這幾片以來 五豬五狗 其實進步了不少 完成 厲害了吧 我跟你講 我也不能說你不對 因為的確好像都有蓋到了 然後又是一個車邊站 你知道我這一根是什麼嗎 我這一根是 蓋幫幫主的打狗棒 你該不會是 紅七公他弟弟 叫紅七八弟吧 我問你 你的晚安套件一般一組要多少錢 夠輕 六七千可能要吧 五千啦 五千多塊 五千嘛 車邊站要多少錢 車邊站兩萬五 加起來三萬四啊 你是不是選好差喔 兩萬 兩萬五加五千五 加起來三萬嘛 三萬零五百 三萬我這個全部弄起來 不到三千塊 十分之一 為什麼不到三千塊 你解釋一下給大家聽 這個沃野天幕 一千四百五 負十條封繩 然後十個銀釘嘛 對 那CP銀柱 一對也才一千塊而已吧 九百三 所以加起來兩千多少 兩千五以內啊 兩千 比你的那個車邊 車邊站加晚安套件 還不到十分之一 而且我跟你講 超級晚安 靠 超晚安套件 真的是瞬間秒變晚安耶 對啊 你早上 不管太陽從東邊西邊 還是北邊南邊出來 都是可以睡得很安穩 你還多賺了一個車邊帳 好像真的很方便 說真的 你如果一台車 然後有一個這個沃野天幕 一千四百五十元 再加兩根銀柱 然後買個桌子椅子 就可以錄影了耶 而且我的設計理念是真的 像前面這種沙喀都的結構 相信各位觀眾有看我們的影片 應該都學會了吧 來來來 這邊 這邊呢 來上課囉 有兩條銀繩 這一條銀繩呢 是拉在後面這邊 這一條銀繩呢 是拉在中間的天幕 你天幕如果有八個掛點以上 中間這邊就可以把它拉固定 讓整個超晚安 所有有鐵劍的地方 都跟你的板筋是有距離的喔 不會去磨到你的車子 包含後面這邊 臀部這邊也全部做包覆 車窗也都不會曬到陽光 田輪拉下來 這個銅扣的地方 還跟你的旅圈輪胎有點距離 是 完全 不會磨到 看起來是 我又不抓 我又說不出哪裡不好 可是我也說不出哪裡特別好 特別好應該就是有省到錢 有費 真正的老玩家 他要的是輕便 多功能方便 所以理論上天幕 各位朋友一定要背一張 小的中的大的 可能都需要 這樣講我真的也沒辦法反駁你啦 因為的確是一張天幕 可以弄成這樣 已經很屌了 車邊障 有些車子 如果沒有做擋水片的話 你開車門是會有水 洩進來的 這一條繩子 為什麼把它在輪胎上 就是又製造了一個洩水線呢 關鍵是這個其實 就跟我們剛剛搭那個 無形天幕 花費的時間 沒有什麼太大差 差不多了 你連吸盤都省下來了 之前有觀眾有問過說 如果吸盤不是吸在玻璃上 而是吸在板筋結構上 會不會對車有傷害 我認為是不會 可是說真的 如果風很大的時候 吸盤因為很強力吸住板筋 對 拉拉拉拉拉 我覺得拉久還是有一點風險 所以直接綁輪胎 是最簡單最暴力的 所以這個設計 給過吧 可以吧 如果有下雨啊 你真的會阿彌陀佛有這一張啊 不管你從哪跑到車上躲 都得經過淋雨這一段嗎 這邊沒有啊 完全淋不到雨 很舒適 相當的好 你看我們那時候在北海岸 碉堡露營區 那一夜也是 刮起大風下起大雨 然後一群人在這邊 你看很可憐在這邊 如果那時候有一個這個 大家躲在裡面多開心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 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掰掰 VLU08 VLU08 shield 左笛 海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